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这样的画面在当时会有多么精彩 可惜如此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 却被当事人亲手戳破 早些年前万启文通过媒体在镜头前辟谣 称当年真子丹除了献花之外 并没有向自己下跪求婚的举动 万启文之所以辟谣 只因不满媒体们总是借用这段故事来反复炒作 在他看来这不利于自己和老公成十三的婚姻和家庭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好像从来就没有人真正问过万启文 倘若当年真子丹真的下跪求婚了 你会答应吗 1970年万启文出生在香港 他在家里排行老二 上有一姐下有一妹 爸爸喜欢喝酒 每次喝醉都有暴力倾向 而父亲就是他家暴的对象 母亲没有固定工作 大多时候都在打零工 一天最多打三份工 在这种环境下生长 万启文不仅早熟 而且对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 充满了渴望 万启文初中没毕业就外出工作 当时在婚纱店帮忙 偶尔也兼职做模特 有一天香港名模刘娟娟发现了万启文 于是建议她参加1989年的亚洲小姐比赛 为了让她参赛 亚式的工作人员耗尽了口舌 她最后才勉强答应 她答应的理由是因为 据说获奖就可以坐飞机出国旅行 她一直很想有一场这样的旅行 同年8月万启文与翁红赵静怡 吴永威等人一同登上亚式迎评 虽然最终还是不敌翁红屈居第二 但万启文仍凭借着一双大长腿被人熟知 并获风香港低美腿 万启文是幸运的 在她进入娱乐圈的时候 亚式刚刚进入最为辉煌的林柏星时代 而且万启文也受到亚式重视 第一部演艺作品便是以女主角的身份 与吴耀翰等人合作拍摄的电视剧《司机大佬》 那时候的万启文固然青春无敌 但她毕竟只是个新人 不仅台词讲不利索 演技也需要导演着重指导 这因如此 即便万启文刚出道就爆火 最高峰时期一年里就接了六部戏 但这样折腾下来 无数个日夜加班加点的工作 还是不可避免导致万启文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她就得了两次肝炎 1991年万启文在拍摄电视剧《大提情语点三八》的时候 被突如其来的肝炎折磨到生不如死 这部剧的男主角吕宋贤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彼时吕宋贤刚与新一届亚解冠军吴启力分手 重视感情空窗期 没想到接了这部戏 意外合作了万启文这么具有青春活力的大长腿美女 作为一位业务能力出色的花花公子 吕宋贤不由分说 就朝着万启文献起了殷勤 说实话 吕宋贤长得那么帅 但凡是个正常女性都很难不对她心动 更何况还是小女生的万启文呢 就这样没过多久 万启文就陷入了吕宋贤的温柔箱中 每次难受不舒服了 吕宋贤总是在身边陪伴 让她软化了的身体 似乎都显得不那么疼痛了 除了日常的陪伴之外 吕宋贤也是真心实意的为万启文考虑 尤其是万启文得了肝炎之后 也是她陪同万母去公司 帮万启文争取到了改签不投约 即一年规定只拍两部戏 只可惜两人之间注定有缘无分 在恋情最浓的阶段 吕宋贤身边一位名叫李海珊的前女友 突然公开爆料 直指万启文横刀夺爱 在她和吕宋贤的热恋期间 夺走了她的爱人 其实按照时间线来说 李海珊作为前前女友 怎么也碰不上万启文的词 但媒体一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 一番报道下来 无论是万启文还是吕宋贤 都背上了骂名 而更重要的是 在这件事之后 两人也逐渐开始了争吵 虽然每次都是小事 但总归是影响感情的 就这样在分分合合了好几次后 最终两人还是已分手告终了 外界有传 吕宋贤在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仍然对万启文念念不忘 她不仅跑去酒吧买醉喝到吐血 甚至还拉下面子 多次主动求复合 但可惜的是 万启文对吕宋贤早已失望透顶 即便对方再如何挽回 终究还是没能影响她半分 1994年 心灰意冷的吕宋贤 决定TVB签约 离开了亚市这个伤心之地 这时以真功辅助称的 武打演员真子丹 却悄然来到了万启文的身边 在拍摄电视剧《金武门》时 真子丹对万启文这双美腿是越摸越心动 而万启文第一次遇到这么精壮的小伙 也不由的春心懵动了起来 其实那会儿真子丹已经是有父之父了 而且取了还没一年的妻子梁靖茨 刚刚才为她生下了儿子真文桌 有些人说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真子丹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在电视剧还没拍完的情况下 真子丹就火速向妻子提了离婚 至1995年 真子丹已经和万启文光明正大的走到了一起 对外甜蜜如同连体音 也是从这时开始 外界对于这对情侣有了更多的报道和传闻 这其中除了开头提到的台庆求婚事件之外 流传最广的大概就是 真子丹为爱一怒战时任的故事了 1996年某天 香港尖沙嘴区域警方接到群众报案 成立金酒店附近发生冲突事件 后警方出警后发现 武打明星真子丹参与其中 随即有媒体就此事大肆渲染 形容真子丹为了维护女友万启文 一人独占十余名小混混 并将对方众人打到头破血流 此报道一经出炉 迅速在当地炸开了锅 连不少娱乐圈人士都不免惊叹于真子丹的战斗力之强 不过这事后来万启文倒也解释过 其实打架事件只是在卡拉OK门口与人有轻微推撞 并没有发展成斗殴 一一敌十也是夸张了 当然了 这事其实用脑子想想也确实有点不太靠谱 但话说回来 英雄救美虽是传闻 但真子丹宠溺万启文这事一定是真的 毕竟真子丹可是为了万启文才会单身的啊 只是可能真子丹也没想到 人的故事竟只有区区四年 1997年万启文接拍了电视剧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令本就如日中天的事业再次登上了一个台阶 1999年万启文在拍摄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2的时候 男友真子丹为了事业远赴美国 据少离多的情况下 很快就出现了感情危机 虽然两人交往了四年 但彼此对未来的选择也心照不宣 明白真子丹不是命中良人的万启文 也就任由他离开 甚至连头也没回 就这样 重心放在工作上的万启文 很快就迎来了电视剧的杀青庆宫宴 在这场庆宫宴上 万启文第一次见到编剧陈十三 也是这场庆宫宴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据悉在庆宫宴结束之后 当时喝了点酒的万启文被领导 安排由陈十三载他回去 没想到两人十分聊得来 从工作聊到生活 从上车聊到下车 多年后主持人问万启文之后发生了什么 万启文顿了一下看向十三 陈十三立刻明白他不想多说 接过话头说道 唱完之后的事情已经不能说了 旁边的万启文则笑得一脸娇羞 那天之后万启文和陈十三互相确定了心意 而且在万启文眼里 陈十三给他的感觉 与两任前男友完全不同 两人每一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从工作到家庭 从生活到时事 万启文突然觉得 原来灵魂的契合是如此的美妙 不可言语 第七天当两人连续每天没夜 热聊到第七天的时候 陈十三向万启文下跪求婚了 按理说对婚姻无比谨慎的万启文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答应 但不知为何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便鬼使神差般的答应了下来 2000年8月 万启文与陈十三在拉斯维加斯 正式注册结婚 婚后的万启文用时间证明了 自己没有选错老公 因为是闪婚 跳过了拍拖的环节 陈十三就永远把万启文当小女友一样宠爱着 2004年在拍电视剧《我和江世有个约会3》的时候 万启文因为拍戏摔断了肋骨 陈十三得知后立马要求万启文停拍 并把后面的打戏进行删减 为万启文减少负担 后来万启文因为此事导致身体受损无法生育 陈十三就主动提议说 以后可以养猫作伴 从陈十三的十三开始起名 十四十五这样一路叫到了二十一 当然夫妻俩之间的感情也不是没有被质疑过 2014年万启文在拍摄电视剧《八卦神探》时 因为错位的原因 有狗仔拍出了他和男主李思杰语中激吻的照片 同年拍摄电视剧《好心作怪》时 又有自称工作人员的爆料 称他在苗小伟前撒娇发点 导致欺美珍打翻醋谈字 但即使外界再多传闻和留言 万启文和陈十三的感情却始终不变 每次当港媒又一次制造夫妻俩不和的传闻时 没过几天总是能看到两人照常的晒恩爱合影 一起工作一起旅行 去年万启文移居大陆 还在浙江当地开了一家民宿 虽然因为工作原因 与老公陈十三不可避免分居两地 但夫妻俩却对彼此充满了信任 而除此之外 万启文也赶上直播的潮流 做了一段时间的带货主播 人气和销量都很不错 翻看他最近更新的照片和视频 观众也会发现 51岁的他颜值还是那么能打 一点都没变老 一双43寸的大长腿也仍然美得离谱 显然万启文活出了一个中年女人最好的状态 简单的生活宠他的老公 这样的日子 过22年又算得了什么 他的幸福也只会延续得更长也更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